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路向阳而行 与自我和解 与生活自洽的故事 两年前 何西亚与路曼姐姐取消了婚约 路曼一直觉得是何西亚的原因 但何西亚却认为原因不在自己的身上 路曼离去之后 何西亚刚出走办公室 办成送水工的吴忧又凑过来了 请求何西亚删除差评 何西亚想见江教授 趁机委托吴忧做传话人 他曾经看到吴忧与江教授亲密交谈 吴忧不宜有他 打电话给江教授 称自己有一个皮肤专家朋友 久仰江教授的大名 想跟江教授交流 江教授不知道吴忧口中的朋友是何西亚 直到见了面之后 才认出何西亚 何西亚再次请求江教授授权 江教授板起脸 转身就走 吴忧这才回过神来 一脸不悦地指责何西亚利用他 如果何西亚直接说明原因 坦坦荡荡地请求他帮忙 约江教授见面 他自然也会答应 吴忧为山差评发愁 约好友苏菲以及钱嘉一去做保健 钱嘉一与苏菲满脸笑容 只有吴忧丑眉不战 陆曼到吴忧的公司实习 萧俊秀被年轻漂亮的陆曼吸引了 热情洋溢为陆曼安排工作 厚言无耻提出跟陆曼做好朋友 吴忧了解萧俊秀的性格 只要是年轻漂亮的女孩 萧俊秀都想贴上去 吴忧记起了陆曼曾经去麦芽公司 找何西亚麻烦 他以为陆曼是何西亚的前女友 陆曼面色有些不悦 当即提醒吴忧误会了他 吴忧好心地提醒 陆曼以后跟萧俊秀保持距离 陆曼却不领情 嘲讽无忧头脑简单 公司员工提起来实习的陆曼 有人认为陆曼是富二代 如果陆曼真的是富二代 怎么可能来公司当实习生呢 因为陆曼是实习生 是公司的新人 几个老人长着悲愤高 纷纷把手里的货送给他做 吴忧买了临时到销售部 分给销售部的同事们 他发现陆曼手上有很多文件 历时猜到同事们欺负陆曼是新人 故意让陆曼多干活 吴忧为陆曼打包不平 数录了销售部的同事一顿 江教授约吴忧见面 提起自己给了授权何希亚 何希亚把自己研究的产品配置单 送给江教授过目 江教授被何希亚真诚的行为打动 给了授权给何希亚 何希亚删除了差评 提醒吴忧好自为之 吴忧拟定了一份差评应急措施 与前嘉一探讨 俩人有说有笑 聊到了人事变动 前嘉一决定要吴忧到新部门 吴忧没有意见 萧俊秀从办公室外面经过 偷听到了两个女人谈话 吴忧父母搬了家 凑巧碰到了何希亚隔壁 何希亚发现 搬家员工把他家的小茶几 搬到吴忧家里 于是上门索药 吴忧让父母归还了小茶几 给何希亚之后 一脸不悦 父母却好奇万分 希望他与何希亚交往 吴忧深植到销售部工作 萧俊秀皮笑肉不笑地接待他报道